大家好 我是你的教练 杨诚大神 这里是技术教学 教大家一个 所有人都可以练的一个在家里培养球感的一个东西 我之前在抖音发视频 对吧 经常可以说滚往 往前戳十个球 滚了七个 滚了五个 这很简单对于我们来说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通过一个很好用的一个训练 培养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拨球的一个手感 那今天把这个方法交给你们回家 自己练 另一段时间你会感受到我的感受 第一种培养球感的方法是站着去感受它的这个球和手指之间 还有拍面的关系 让这个球不会乱跑 我们可以移动 随便怎么移动 让这个球在你的拍上不要跑太久 最好是可以不走 这是最好的 我们需要基本上每天在家里练个十分钟 这种你能够连续的跌一百下 它一直可以控制在你的拍面上 那你的这个往前和球头这种感知能力就已经可以出及格了 第二种我们来是降低了我们的移动的位置 让这个球在你手上能够不跑 同样的也希望你能够做到一百个 这个球在你手上一直拍面上不走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这两种都已经很熟练之后 第三种我们还可以加上难度 就是我们脚不动 始终就让这个球和你的拍面就是控制在那个点 像我这样很轻快的一下下垫球 全依靠的是手指和手腕的感觉 没有一点点的那种发力的东西 全是手指手腕的感觉 一点发力都没有 这三种垫球是非常非常常规 也是我们在培养往前放网和出球球感会经常使用到的训练 那第四种再给大家加点难度 第四种就是我们先站起来垫 垫了之后然后坐起来 然后再站起来 这个不光可以练球感 还可以加强我们腰腹核心力量的训练 这四种垫球方法 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往前和球头的这种放网 戳球 包括勾球 跳球 推球 找球头的这种感觉 这是非常必要的训练 今天这个教学 我认为所有人都必须要练 然后这把球拍 真的也是非常好打 稳定 出色 然后这个工艺 堪称风顶 玻璃的1982 所有的羽毛球教学和评测 包括所有的产品 都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 欢迎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也可以在每篇文章下面 找到我的微信家我 我在这里等你们 更多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